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个作者建议将这样的一个理论应用在婚姻的互动上来处理 就是处理婚姻上面 然而如果将这样的一个原则用来处理某些沟通上的问题 往往可以将许多复杂的问题简化了 你听我说 人在世上难免会面临一些偏激的言论 或者是情绪化的攻击 许多人忙着回应 回应别人对他的攻击 而在回应的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人自己的情绪也跟着被挑起 进而造成了恶性的循环 其实 有时候我们该学学 这个棒球场上的那些打击手 面临人际关系中的那些坏球 所谓的坏球的时候 面临那些偏激的论述 或者是复杂情绪化的这个批评 应付的方式其实很简单 只要不回批 不去对那些坏球呢 挥棒 其实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贸然对坏球挥棒哦 宁可等双方情绪都过了以后呢 在心平气和的和对方沟通 要不然的话 你若毁了他所投出去的这个坏球 若直接反击他的话 那些情绪化的言语批评 不但打不出什么好球 反而容易将 就让自己的这个意外失了分 而将自己的这个层次与格调呢 拉得跟对方同等极了 如此做呢 真是得不偿失 对不对 当然了 可能会有人觉得 这样的这个礼让很傻 很委屈 然而圣经上有一句话 他说什么 他说不要自己深冤 宁可让步 听凭主怒 因为经上记者说 主耶稣说 身冤在我 我必报应 如果你一再的礼让呢 让他还是继续投坏球 那么相信上天与这个舆论的这个压力 自然会把这个投手给虚 虚声虚下场 朋友们呢 人生就如棒球 这个竞赛 不去对坏球挥棒 是我们应该有的修养 也是具备要有的这个格局 因此今天神的话对我们说 当只诸怒气 离弃愤怒 不要心怀不平 一致作恶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日亮 愿神赐你平安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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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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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